郑农丰 郑农丰 你空我吗 女华 其實我不是一個特別善於 和女人表達愛情的人 如果這首歌結束了 你還在這兒的話 那我就會控制不住地問你 我怎麼就忘不了你呢 我怎麼就忘不了你呢 袁總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此善 的確是一件講功德的事情 可是商場如戰場的 我們的每一筆錢 必須用在工資的利益上 做生命 不是你們女人過家家呀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怎麼考慮把我們的利益最大化 而不是花心思去搞一些這些 虛有其表的事情嗎 就是 我一定受嚴重的事 如果那天還有誰 你的大能力 是怎麼看的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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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对吧 初衷 初衷 在我的人生里 任何初衷 都是会改变的 也许我一生都一无所有孤独终老 谢谢你的忠告 程董事 我 我会试着去爱你 你不要叫我 我不需要怜悯 更不需要失所爱 不需要怜悯 更不需要失所爱 今天我们的董事会将举行新董事长选举 下面有请袁明华女士 还有宋董事阐述一下对集团公司未来的发展思路 有请 袁总还是您先来吧 绿色世纪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的前身是绿色之家和没弄花糖 都是我白手起家 一步一步做到现在的 这个公司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 看着她一天一天地茁壮成长 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欣慰 我很感恩在她的成长过程中 有诸位的帮助 可以让她的身躯变得更加的强大 让她的肩膀变得更加的强壮 绿色世纪现在在整个行业来说 成绩是傲人的 这里的功劳归功于在座的诸位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希望绿色世纪可以更好更强 现在绿色世纪要走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遇到的挑战也会是更加严峻的 所以我希望我还可以带领大家 让绿色世纪走得更高更远 谢谢 谢谢袁总 袁总的发言很有感染力 也很激动人心 但是 在商场上打感情牌 是很不明智的 能让我们真正幸福的是你的能力和实力 既然 我们想重新选举董事长 就是要为了打破 目前这种不合适的经营理念 对 对 没错 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需要新的经营理念 用世界发展的眼光 带领我们走向更远更大的市场 我们董事会 永远都是从公司发展的角度 考虑集团的利益 而不是像有些人 只从自己的想法出发 完全不为公司的利益去考虑 没错 我很赞赏 宋董事 对公司提出的建议和希望 我也愿意 让绿色世纪可以走向世界 有更好的发展平台 但是 我们绿色世纪的立身之本 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 可以过得好 服务于他们 只有把他们服务好了 我们才可能更好更强 才有机会走向世界呀 我知道 在我之前的管理工作中 会有一些输楼 各位董事 如果有不满的地方 可以提出来呀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吗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的利益也是共享的 这个集团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所有人都是家庭中的一员 家人之间 就应该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沟通 但是 我绝对不允许捏造不针的事实 我原梅花做过的事情 不会否认 但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承认 看来袁总您是在责怪我喽 宋董事 您对集团一直是费心费力的 对我这个董事长也是颇有微词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携手 共同打造绿色世纪的红尾蓝图 对你对我 对于整个集团来说 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袁总的发言 总是那么充满了这个奉献精神 我们是商人 说得俗一点 就是例子当头 袁总是个女人 多半感性战胜理性 这可以啊 但是 我们集团绝对不能随随便便 让感情所作用 那集团才是真正的看忧啊 没错 我就读我一说 我就觉得老宋说 对啊 对啊 公司正常常是一样 就这样 你能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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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不能这样做 你能不能这样做 刚公司不就是为了专举 你怎么回事呢 专举有什么还要 是个表面 好啊 好啊 大家稍安勿躁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下一项 各位董事 你们每个人的面前 都有张红色的卡片 从现在开始 你们把你们要选举的人 签写在这张卡片上 谢谢大家 大家停一下 今天 我向我的财产总部 汇报了对本集团的审查情况 也汇报了今天 我们要重新选举董事长的事情 我在刚才 接到芝加哥总部的来电指示 质疑该集团 在进行新一届的选举 怀疑你们的发展方向有所调整 所以决定 暂缓 向本集团投入五亿资金的计划 大家听我说 好 等新一任的董事长确定以后 明确了发展方向 再由亚洲首席执行官进行考察审核 汇报给总部 最后 才能再做定途 就是这样 马总 这么大事情 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不好意思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这重选董事长 你根本没有必要 重新选举 无视而起 必须投票 主席执行官 就是 那是 这个 自然的 你们 下面我宣布一下投票的结果 袁梅花女士 以一票微弱的优势 重新获得绿色设计董事长的职务 大家欢迎 谢谢 梅花 我要恭喜你 今天守住了公司董事长的职位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公司董事会 还有很多人 在暗中的支持着马超 所以 马超这个人 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威胁 以后我们 我也把票投给了马超 为什么 你把票投给了马超 程董事 我有自由投票的权利 我只是遵从我的本心投了这一票 而且我觉得 马超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 没话你知道吧 这些天我为了游说那些董事投你一票 我连饭都不认知 今天的完美结果 有我的付出 有我的努力 你现在轻飘飘地告诉我一句 你尊重的人是马超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别忘了 别忘了 你才认识马超多久呢 你就这么信任他 对他的小文小慧感恩待你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爱上他 你胡说什么呢 程游信 你这么说 不仅侮辱了人家马超 还侮辱了我的人格 你都这么维护他了 你还说你跟他没关系 你以前不是口口声声地说 你爱的人是我吗 怎么 你现在碰上新的男人了 就把多一边的那边 那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 做的那些都是在演戏对吗 两年了 我一直在呼唤你的爱 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 我一直在用我的爱 来安慰着你 照顾着你 我希望我用我的爱 来唤弃你的回忆 但是我的爱 在永远没有回忆的时间里面 慢慢地消退 我失望 我痛苦 我无法接受一个 没有回忆的你 所以我决定 我放弃你了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知道吗 我已经想起以前的事情 我已经想起以前的事情 我也想回到过去 但是我脑子不听我的释怀 这两年 你对我的关心的还有证明 让我离不开你 到现在那时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应该怎么办 但是 如果你今天告诉我 你爱的人是马超的话 我可以退出 而且我可以祝福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 是啊 我说病了 我病得也都这样 对 你病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认识 那个丑友信了 你看看你现在 心胸狭爱的样子 一天也不是我爱的那个 分柔大度儒雅的丑友信 你忘了 以前那个丑友信 早就消失了 那你跟我吵什么呀 是因为 是因为马超喜欢我吗 还是因为看到我们俩好 所以你不高兴了 你没什么不高兴 你有什么资格 你不爱我 你还不允许我爱别人吗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了 以前的事 都是我的错 是我自不量力 想找回以前的程友信 现在我清醒过来了 我希望 我们还是单纯的工作关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还可以 这么着急 喂 投票的结果是什么 绿色市政的当家 还是没有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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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主要的是还能锻炼身体呢 阿姨 看得我都心痒痒的很像买辆家那车了 这车骑得多潇洒 可以啊 你也可以考虑来一台 小姨 对了还没恭喜你呢 恭喜我什么呀 你小姨连任公司董事长 这是难道不值得恭喜吗 对我来说 我小姨连任公司的董事长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是她理所应得的 小姨连任公司董事长 于 Sher libre 帮助抓了 womb 新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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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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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孝氏 当然了 这个男人 唯一给一笔绝合的金钱 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衣食无忧 无忧 她以为有钱 就能弥补她的过错吧 不合着 然后呢 你母亲接受了吗 我的母亲 是一个非常倔强 要强的女人 你身上 有我母亲的影子 是那种天塌下来 也绝对不会在那个呼吸汉的面前中下一滴眼泪 这女人 这女人 我母亲 很骄傲地甩回给那个男人 你的母亲 真的很让人骄傲 不过 不过 她一个弱女子 要怎么抚养你跟你哥哥呢 我很知道 一个单身女人 抚养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 在我们亲战里聚会的情况下 她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把我和哥哥送进了孤儿院 她告诉我们说 她一定会回来接我们呢 只要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她就一定会回来 那个时候我还小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死死地盯着窗外 等着妈妈回来接我们 哥哥比我年长一些 她好像知道着什么 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她就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陪我一起等妈妈回来 陪我一起等妈妈回来 妈妈骗了我们 她骗了我们 她没有回来 她没有回来接我们 她就是个缘的 她就是个缘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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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妈 老母都跟我说 我的母亲不会回来了 可是我不相信 我在孤儿院盼了一天又一天 我每天早早地起来 盼着太阳升起来 妈妈都回来接我们 我们兄弟两个人 不像一位别 哥哥成了我的天 我的依靠 但是 在孤儿院的第二年 哥哥有天突然不见了 孤儿院的兄弟告诉我 哥哥被一家家境很好的人给立阳走了 我的天彻底崩塌了 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 季初 我是祝福他的 毕竟一个人幸福 总比两个人不幸要好 可是后来 可能是我孤独的时间太长了 可能是我孤独的时间太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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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